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公司的标准来扣我们的钱 那为什么你们不用政府规定的标准给我们加班费 健兴超时没良心 健兆科扣加班费 健兆科扣加班费 健兴超时没良心 健兆科扣加班费 健兆科扣加班费 健兴货运集团它其实是全台湾非常大的一个运送高压气体 气体的运送的一个货运物流的一个集团 那它其实牵涉到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医疗业 我们这个在疫情底下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氧气的供应 其实很多都是有比如说像是三幅气体这样的一个供应的单位 那这些气体要怎么样运送到我们的医院里面呢 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辛苦的司机大哥 开着货车去一个一个点的去运输我们这些高压气体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一个需要非常的安全 需要非常专业 跟这个安全性要注意的部分 但是我们却接收到我们健兴的司机的成型 发现非常可恶的 居然我们这个健兴货运都让旗下的司机在一个过劳的 超过12小时的情况下过劳的去驾驶 而且不仅过劳驾驶 当司机去询问说我加班费的算法好像差异非常大 结果公司用各种方式来去规避这个加班费的给予 过运产业工会还有我们的云林桃园的产总 来这边帮他们召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要来声援我们今天有两位愿意站出来的司机朋友 来到导动部这边就是要劳动部给出一个说法 他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货运长时间过劳 而且苛扣我们基层司机加班费的问题 那我们的许大哥因为每天超时工作 所以他有口腔癌 为什么会有口腔癌 因为我们要提神 那我们在路上开车 我们假如累了就会危及在别人的生命 但是公司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 所以不断的就说 假如你休息我就要扣你多少钱 扣你多少钱 所以我们不得不 每个月才月休四天 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只为了赚你们公司六七万块 后面你假如换算成公司跟现在的劳基法 那一个月就至少要欠我们四五万的加班费 我上个月 恍神不小心跟车子碰撞 他居然不帮忙处理就算了 还要扣我三万多块的月薪 那请问一下 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公司的标准来扣我们的钱 那为什么你们不用政府规定的标准给我们加班费 我们在路上跑 我们每天就是带着面包 吃我的中餐 吃我的午餐 吃我的晚餐 上厕所 就只是路边停下来 小解一下 我们每个司机去问大部分都有痴疮 为什么会有痴疮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大小便 这个就是从我开始上班出车的时间 然后去到那个客户端要开始载货跌货的时间 跌完货之后就开始 一样就开始开始送货了 一间一间的客户这样送 然后这个是第二趟 第一趟我已经跑到竹南了 然后从竹南又回来第二趟 你的出发点是从大远 然后就是跑整个 桃园地区然后到竹南 对最远到竹南 再来呢 那再来第二趟就在 柳达龙坛 还有公园院 那公园院里面就有三间客户了 所以我们去也要帮忙接管 然后这些停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在工作的时间 各位记者朋友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就是线条就是他 货车在行驶的时候会有这个时速的出现 那看起来中间有一些是停下来的时间 他其实都是必须要去到这个高压气体的这个部分送到客户那边的时候 去帮客户去配送去把这个管线接上去去把气体输送到里面去 甚至是说我们这个许大哥是不是你在现场也要去自己去开一堆高机 去把这个高压气体运送到客户那边要去输送的点 就是当这个许大哥要跟电行货运去要这加班费的时候 电行货运跟他说你中间 我的工作规则写说你中间2.5小时都要是一个休息的情况 所以说你不能够去要这2.5小时的加班费 这个这样的状况有符合你实际的工作情况吗 健行货运有两大见招 一个是去做这个虚假的所谓的休息时间来去扣除加班费 第二个就是在去做加班费计算的时候 没有依照实际的薪资 没有依法去依照实际薪资来去计算加班费 我们估计说光是许姓司机一个人就可能 这六七年就可能科扣了他将近100万的加班费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一个情况 我本身自己也是物流的司机 那其实今天我们来到劳动部前面 其实我们就是要告诉劳动部 这个状况在物流业他非常的常见 那我们希望劳动部能够有所作为 我们司机能够拿回自己应有的权利 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在物流业像他这样子 每天扣掉两个小时甚至是2.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个在物流业其实非常的常见 那而且他们扣掉这些时间 但是实际上呢像我们刚刚这个大饼所显示的 每个司机他到了他的点之后 他其实他在车子没有动的时间之下 其实他们的状况还是一直在工作 就像一般的物流司机货运司机 他其实他到了点他车子没有在动 但是他要做什么 他要帮货品上架 他要送到他指定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些时间他们都是没有休息的 那但是很多公司他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他会说劳基法规定每4个小时 我都可以扣你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但是实际上司机有休息吗 没有这个是物流业货运业最常见的时间 甚至在客运业也是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科扣这些时间他除了第一个 他能够少给你交换费 第二个他可以让你工作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两个部分在运输业来说是一直很常见 而且一直没有办法去改善的状况 那为什么劳动部没有针对这个状况去做劳检呢? 所以今天我们到了这边 我们希望劳动部能够有所作为 而且在台货产 我们一直从成立到现在的 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能够终结血和物流 因为这些运输业的车子在路上跑 最重要的他们如果疲劳驾驶 他们在路上将会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不仅仅是司机本人的家庭都有可能会因此而遭受不幸 甚至连路上的路人行人用路人 他们都有可能会因此而遭受牵延 所以这个一直来说都是我们所要追求 而且所要去重视的 其实我们劳动计算法对于工资的规范 就是指说劳工因工作之后的给予 那当然包含各种就是我们经常性的 经常性或不经常性所给予的那些 津贴或奖金 那些我们都会纳进去我们的工资来做计算 那如果说他是劳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的所得 那当然就是要记录加班费的计算 如果说是休息时间的话 我们当然是指说他必须要脱离 雇主的指挥管理与监督 那如果说公司有这样子的规定 但是劳工他实质上没有获得这样子的休息的话 那当然就要记录工作时间的计算 所以这个答案也是肯定要纳入到加班费的计算 是的 疑劳价值的计算 除了违反 除了损及我们的劳工的权益之外 其实也影响到我们用路人的公共安全 所以对于针对汽车货音乐 其实我们已经例行性有在规划所谓的 那个劳工条件的专案检查 那同时我们目前跟那个交互的公务总局 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例行计查 那为了提升对于汽车货音乐的那个监管的那个强盟 我们其实也把它立为我们觉得重点点 就是这样 有请客地方政府就一直要加强的检查 那对于说刚刚有提到说 那个许先生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话 如果说有一些市政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 我们当然也能够证明这个个案来证明进行调整 我们这个许姓时机 他已经有到这个法院去做一个提告 去追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 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答辩里面 看到说公司居然用刚刚讲的两大见招 来为自己做辩护 一个就是虚假的一个休息时间 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经常性给予 不用纳入到加班费的部分 那我们这么多的公会团体在这一边 我们认为说这是完全不合法的 对不对 对